注意看 善美正在缓缓摘下悟空的金刚姑 如果相爱太难 她只希望悟空能平安 这时悟空突然惊醒 阻止了善美拿掉金刚姑 悟空安慰她说自己不会被杀掉的 让善美不要太有负担 悟静在给悟空送饭的路上 发现水帘洞飞来一只白鹿 悟静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悟空 悟空觉得白鹿来找自己一定是有原因的 随后悟空找到白鹿 白鹿告诉悟空自己是上一任三藏的守护者 创造出世上无数恶鬼的终极恶鬼即将出现 悟空将会用天赐之剑一并除掉三藏和恶鬼 阻止世界的毁灭 而刺向三藏的剑马上就要出现了 悟空这才明白 自己和善美的命运早已是注定好的 另一边江大成询问阿思女 是否有召唤龙创造王的能力 原来江大成想成为王 阿思女说想要完成愿望 必须要获得一个人的力量 那个人就是善美 阿思女带江大成来见善美 就在善美与江大成擦肩而过之时 善美又看到了世界崩塌的场景 此时的天空也出现异响 善美想上前一探究竟 被突然出现的悟空阻止了 第二天杂货店的主人找到菩提 把天赐之剑交给了他 这时悟空突然出现把剑抢走了 悟空回到水帘洞把剑藏了起来 他希望这把剑永远地销声匿迹 菩提与杂货店的主人说 如果悟空不用那把剑并且想保护三藏的话 需要他堵上自己的性命才行 随后悟空找到悟静 他要以人类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 以此引出终极恶鬼 随即悟静召开新闻发布会 把自己的公司给了悟空 新闻开始争相报道这位年轻的财阀 此时江大成也注意到了悟空 因为他要进军政界 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于是决定要拉拢悟空 另一边 魔王找到菩提询问自己孩子的下落 因为阿思女说他的孩子还活着 这让魔王一直耿耿于怀 菩提一直不肯说使得魔王很愤怒 他想要杀掉菩提 就在魔王动手之时 马秘书突然跑过来阻拦魔王 随后马秘书应声倒地 魔王看到自己失手杀了马秘书 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了起来 悲痛带着愤怒的他怒吼要杀了菩提 关键时刻菩提承认魔王的孩子还活着 这时魔王擦干还没有流下的眼泪 马秘书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原来这是他和魔王演的一出好戏 就是要从菩提嘴里套出实话 晚上悟空和江大成在酒会上相遇 悟空确认了江大成就是他要找的人 此时悟空终于明白 三藏所需要对付的是什么恶鬼了 竟然是一条黑龙 而这条黑龙选择的人是江大成 随后悟空来到阿斯女召唤龙的地方 遇到了阿斯女 他让阿斯女继续为江大成召唤龙 并且他会保护阿斯女完成这一切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魔王 悟空打算趁着黑龙被召唤出来之时将它消灭掉 魔王告诉悟空黑龙的力量特别强大 担心悟空会死在他手上 不如利用三藏让黑龙附身到他身上 然后用天赐之剑除掉三藏和黑龙 反正三藏的命运已经是注定好了 悟空告诉魔王他不希望善美知道这件事 决定要独自面对黑龙 魔王问悟空是不是因为金刚姑的原因 而悟空自己心里清楚 就算没有金刚姑 他对善美的爱也会存在 不希望他受到一点伤害 另一边杂货店的主人找到善美 善美询问他自己如何才能帮助悟空 杂货店老板告诉善美 必须要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才行 随后善美找到悟空 告诉他自己与杂货店主人见面的事 觉得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对悟空的爱 他决定把对悟空的感情全部整理掉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他想替悟空分担 悟空听到后随即来到杂货店 拜托杂货店的主人放过善美 自己愿意替善美牺牲 而杂货店主人告诉悟空 这一切都需要善美自己做选择 而悟空已经可以摘下金刚姑了 因为此时悟空已经不认为金刚姑的爱情是种束缚了 随后悟空找到善美 看到他独自一人坐在阳台上 他缓缓地摘下金刚姑要确认自己的心 怎么办他爱上了 就算他摘下金刚姑还是会沉迷于善美的美色 悟空回到家 魔王发现了金刚姑已经被悟空摘下 好奇地问悟空有没有什么变化 悟空告诉魔王 他对善美的爱并没有因为取下金刚姑而消失 说完又把金刚姑带了回去 魔王很疑惑悟空为什么会这么做 明明善美很想确认悟空对他的感情是真是假 如果他要是知道真相的话肯定很开心 悟空却说他不想让善美现在知道真相 如果自己回不来的话 就让这份爱也随之消失 如果自己能安然无恙地回来 那时候再走到善美面前 亲自摘下金刚姑证明自己的感情 另一边猪八戒看着手里的打火机 这是他刚刚在杂货店里买的特制打火机 他打算用这个烧掉阿斯女 因为前不久他发现杀害父子的凶手是江大成 而现在阿斯女却要帮助他 这让八戒十分愤怒 这时阿斯女来找八戒 他的心也渐渐地喜欢上了八戒 哪知八戒见到他一改往日的温柔 阿斯女发现他随身携带的打火机 质问八戒 是为了烧掉自己才带着他的吗 八戒让阿斯女滚出父子的身体 并说阿斯女是恶鬼 阿斯女愤怒地把打火机扔到了地上 不料点燃了猪八戒 随即冷漠地离开了 此时玉龙赶了过来 看到八戒被火控制着 他告诫玉龙别靠近自己 以免蔓延到你身上 他二人没有灭掉这火的能力 让玉龙去找魔王 玉龙告诉八戒在魔王赶来之前 你一定会被燃烧殆尽的 于是玉龙做出了决定 他想牺牲掉自己的性命 灭掉八戒身上的火 一眼看着玉龙香肖玉允在自己面前 他心痛难忍 画面一转 此时阿斯女和江大成 正在举行着召唤黑龙的仪式 在他们面前分别摆放着暗示之时 乱世之中和毁世之间 阿斯女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唤醒着黑龙 就在即将完成召唤仪式之时 善美和东将军突然出现想要制止这一切 另一边悟空被菩提和众神 使用魂导护照困了起来 悟空感受到黑龙即将出世 看到菩提有恃无恐的样子 明白他们是打算用三藏来阻止这场灾难 悟空此事心急如焚 却怎么也冲不破魂导护照的防御 原来不久前东将军带着善美找到菩提 善美请求菩提设法困住悟空 而自己打算去完成三藏的使命 随后善美和东将军找到阿斯女 东将军阻止了阿斯女的召唤一事 阿斯女见状逃走了 东将军追了上去 此时祭台上只剩下善美和江大成二人 善美拿起毁尸之剑 打算把黑龙引入自己体内 然后再消灭掉他 将大成上前抢夺 情急之下用剑刺入善美 善美的血滴入到池水里 黑龙被三藏穴彻底地唤醒了 从溪水里钻出冲上天空 发出凶狠的咆哮 气势竟然恐怖如斯 此时悟空感受到善美遇到了危险 用出大圣神威冲破了魂导护照 来到祭坛用自己的力量击退了黑龙 抱着失去意识的善美回了水帘洞 到了水帘洞悟空把善美唤醒 善美感受到黑龙并没有被消灭 希望悟空替自己结束这一切 他觉得自己死后金刚姑就会消失 这样悟空也不会对自己有任何感情了 说完彻底地失去了意识 他并不知道悟空已经可以摘下金刚姑 并依然深爱着自己 悟空抱着善美悲痛欲绝 决定要完成善美最后的心愿 于是重新回到祭坛与黑龙展开殊死搏斗 最后借助金刚姑的力量击溃了黑龙 悟空疲惫地躺在地上 看着逐渐晴朗的天空 想到善美已经不在这个世上 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随后悟空晕了过去 等所有的一切都恢复了瓶颈 悟空醒来却整日待在水帘洞里不肯出来 原来那日悟空在与黑龙对战的最后时刻 金刚姑护住了她的心裁 保住了她的性命 但却失去了所有记忆 菩提决定暂时将善美从冥界召回 请她帮忙找回悟空的记忆 善美来到水帘洞见到了悟空 并带着悟空去了他们经常吃饭的地方 帮助悟空回忆着他们的一点一滴 另一边作恶多端的江大成 被手下捆在石棺里扔入了大海 也算是恶有恶报 而阿思女找到八戒 请求八戒烧掉自己 自从善美死后父子的身体一直在腐烂 直到败局已定 她告诉了八戒父子最后的一言 说父子喜欢过她 说完抓起八戒的手放在了自己身上 八戒恍惚间阿思女随风消散 而八戒不知道后来的阿思女也渐渐地喜欢上了她 韩州则继承了善美的雨伞 继续做着收购凶宅的生意 魔王也找到了自己的儿子 原来就是杂货店里的小男孩 虽然不能相认 但至少每天都能陪在她身边 而悟空也在善美即将离开之时记起了一切 把自己的火眼金金给了善美一个 并告诉善美自己会去找她的 说着最美的情话染湿了善美的眼睛 随后善美返回了冥界 第二天魔王回到家发现悟空消失了 悟尽告知魔王悟空去冥界接善美去了 魔王听到后笑了起来 而悟空带着美好的期许奔驰在路上 带着过往的回忆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至此韩剧《花游记》迎来了大结局 我是大鱼讲电影 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部剧再见